大家好,我是SKY,我又來了 今天要來說明室內設計主要結構台的運用範圍 結構台在室內設計裡其實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室座範圍 其實結構台大部分落在木座當然還有其他 那麼我們現在從木座開始講起 大部分結構材會使用在哪裡 例如架高地板,例如天花板 還有所謂的電視牆以及木座櫃體等等 那我們怎麼樣去定義什麼叫做結構材 結構材很簡單就是說 在你的面絲材上去之前它的底層的一個結構 那麼它影響的是天地地 尤其在室內設計 所以很多人都會使用結構材來去做支撐 以及做面絲材之前的準備 今天要來介紹我的一本書 小設計公司的生存之道 這本書適合剛創業的或者正要轉業的 或者是說已經經營一段時間的人 裡面說明的東西的內容大部分都是在說 所謂的設計管理 因為我覺得設計管理非常重要 然後我準備了三本要送給大家 如您是在我下方留言前三位者 那麼請主動跟我聯繫 我會寄送給你們 第一個我就來說明什麼叫做木座腳料 其實木座腳料它分成很多 它有柳安木啦 塊木啦 或者是幾層材等等不同的所謂的腳料的選擇 但它這些腳料應用的方式跟大小還有尺寸 它在於就是說地面上 牆面上還有天花板上應用的作為其實都不太一樣 由右開始是柳安木 中間是LVL 它也算是集成材的一種 最左邊它就是比較差的集成材了 而腳料不論是柳安木 LVL或集成材 大約都是2.9乘以3.2公分 好我用最簡單的方式 讓大家來了解 怎麼樣去知道腳料它怎麼實用 其實腳料它就是運用在 所謂的天花板還有架高地板以及牆面上面 牆面包括你的想要做的隔肩牆 還有所謂的電視牆 這些結構材把它定製好或製作好以後呢 我們要開始封面材底材 什麼叫做面材底材呢 就是說在你在上所謂的裝飾材之前 還要上個兼顧的面材底材 那麼它有分為木心板還有甲板 那怎麼去分辨木心板呢 其實木心板的厚度只有1.8公分 但是我們因為要貼面試材的關係 所以會直接就穿只為2公分 在室內裝修設計工程中 大部分都是使用木心板居多 為什麼 因為它的材質較輕 然後它價格也較便宜 然後它承受度也比較夠 木心板主要用在什麼地方 大部分是用在櫃身 什麼櫃身呢 主要是衣櫃啦 鞋櫃啦 或者是電視櫃啦 或者收納櫃等等 大部分都是使用木心板的機率是最高的 當然少量的牆面還有必須要 所謂的結構去固定的話 大部分也會使用到木心板 什麼是甲板呢 它就是所謂的集成材的一種 它的厚度就分很多了 2分、3分、4分、5分、6分 或者以上 那麼 甲板的優點在於哪裡呢 它的可塑性比木心板還要強 木心板是比較容易脆化的 它沒有辦法去做造型 所以什麼時機點 是在用甲板 甲板就是在做造型的時候 甲板呢 它有一些比較特殊的用途 比如說我們稱之為彎曲板 所謂的叫做彎曲板的原因 就是說你在做天花板的時候 它不可能都用西酸蓋板 西酸蓋板我們等一下會去提到 在做造型的時候 它就必須要用甲板的彎曲板 去把它做成一個造型 為什麼 因為它的抗力比較強 它的拉力比較強 也比較好塑型 甲板上下兩層是所謂的防護層 然後用松木跟安木 它們的不同的屬性 造成它可塑的型態 那麼甲板它尺寸共分為 三乘六尺 三乘七尺 即四乘八尺 包括其他的板也是一樣 剛剛我所介紹的三種材料 腳料 木星板 甲板 它們走的是日本的所謂的 低甲權的標準 從F1 F2 F3 這三種來去做標準 那這三種都還是在法規裡面 那麼我們現在慢慢的朝F0去發展 那麼有人會問我 甲板跟木星板 可不可以用在天花板上面 那是不可行的 因為它們沉重過重 我們大部分都會用西雙蓋板 但是甲板它在架高地板上面呢 我們都會用它 因為甲板的可塑性比較強 它的彈力也比較夠 所以大部分我們在鋪木地板之前呢 我們會用甲板來去做結構材 大部分的住家 我們都會使用西雙蓋板來去做天花板 以及部分牆面的一個覆蓋材 那麼為什麼要使用西雙蓋板呢 第一個它耐然反火 第二個它有綠卷材證明 還有一個最重要的是說 西雙蓋板比較好附著 尤其之前的AB膠 補足整品等等 除了我上述的結構材以外 我們還有什麼也是結構材呢 鐵劍鋼材 以及鋁料 這些都可能是結構材的一部分 只是應用點在於 看我們怎麼樣去做設計 OK以上我說明了 以木座為主的天地壁上面的結構材 以及覆蓋材 那麼還有什麼材料 大家可以提出來 我們在留言板下方一起討論 細酸蓋板 細酸蓋板在這幾十年以內 慢慢受到我們台灣這邊的喜歡與使用 主要的原因無它 就是它的施工方便 然後它的表面平滑 但是細酸蓋板並不是一個全然沒有缺點的材料 但它有優點就自然有缺點 這個以後我們會在我們的影片裡面慢慢附加做說明 我用很簡單的敘事方式來去做說明 也用短分鐘速來盡量給大家不要那麼大的一個壓力 能循序漸進的來去了解所謂的室內設計的室內用材 它還有很多的一些專業術語以及專業的用法 我在日後會慢慢的一一補充 那麼下一個階段 我開始要進入面試材 它就有關乎到我們室內設計的美感了 喔對了 告訴大家一個小嘗試 我們在浴室的貴身上面 絕對不可以用木星版 或者是假版 或者是塑合版 來去做它的貴身材質 這些它都沒有辦法很有效的去抗潮抗絲 所以一般來講我們會使用發泡板 但是發泡板有它的一定的一個缺點 這個時候我們再一一的慢慢去相解 所以如果大家還喜歡看我的頻道 請記得訂閱 那個記得訂閱 哇 謝謝 鈴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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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